给段宇成的信 你向我求婚那天 我感动得都不记得说话了 其实我也不曾发觉 对你是一眼沦陷 但每当目睹你一步一应 起跳而后越过 我都能想起那一年的微风 绿音 你腾空的身影 和那个甜腻的冰淇淋 你摘我墨镜的行为并不礼貌 但我当时没有生气 因为加速的心跳声 让我无法集中 你是个冒着傻气 明明有点小幼稚 却不承认的大男孩 你总是吃醋 喜欢撒娇耍赖 小性子上来了还倔得很 但也因为你足够鲜活 我的生活中 多了许多不确定而幸福的时刻 这些时刻 在你看向我的每一道目光中闪现 让我鼓足勇气 抛开顾虑 走向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36小时约会计划 可以丢掉时间限制了 当然 你也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男孩 面对几乎被所有人反对 怀疑的情况 你也从未动摇 你的恒心和坚持 既是你运动道路上的明灯 也是我们感情上的堡垒 我父亲说 一个好的运动员 他的能量必然是向上的 他一定积极 一定乐观 一定坚韧不屈 就算身处低谷 他也带着力量 你看着他 就像看着太阳 是的 我看着你 就像看着太阳 你的耀眼 可以让我充满能量 对未来充满希望 未来你会拿全国冠军 会拿世界冠军 会去很远的地方 参加很多比赛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一直在你身边 现在我可以大声地 向全世界宣布了 段宇诚 我爱你 你的罗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